请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在《创世纪》第2章15-25节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 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生出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 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二人吃身露体,并不羞耻 在你面前有一本圣经,希望每一个人都家里有一本圣经 最好是有一本圣经,而不是从网上下载下来的 当然也是不时不可以,那因为这本圣经呢 你可以打开,你可以在下面做一些记录 你可以画一点线,可以用颜色在那里强调某一部分 每天都要读这本圣经的,就好像我们每天都要吃饭那样子 那你的属灵的生命才能够成长 今天我跟大家讲的题目叫界限 跟这个疫情是有关系的,就是叫界限 这个疫情给我们画了很多界限 你不遵守这个界限,你过了这个界限,这个病毒就会侵犯我们的 你看,政府不是说,各国的政府都说 现在我们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一个距离吗? 要1.5米吗?这个就是界限 你过了这个界限,1.4吧,1.3吧 这样子啊,你过了这个界限就很容易被感染了 还有我们发现,还有很多其他的界限 现在我们买菜,出去做运动,送货,工作都有了界限 你出去运动,以前是不能超过一公里的 现在不能超过五公里的 你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不能超过五公里的 现在工作都要在家里做了 不能够到写事楼那里去做了 都有了界限,探访人也有了界限 一共几个人可以出去探访 可以聚在一起 过了界限就会造成传染了 也会被罚款的 我们今天在这个疫情当中 忽然发现原来界限是那么重要的 基督教里面有一本书啊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界限,是英文的 叫boundaries 这本书很出名的 前几年有一对夫妇送给我的 我老早就知道有那么一本书了 是基督教两个作者写的 他把界限分成四种 就是身体的界限 理性的界限,感性的界限和属灵的界限四种 假如你对这本书有兴趣 我觉得你可以到基督教的书局去买啊 因为很多事情看起来不是罪 甚至你认为是我的好意啊 但是因为你过了界限就造成祸害了 就好像在这个疫情当中 你以为不要紧啊 一米半靠近一点也不要紧啊 你过了一点呢 往往会造成祸害的 并且政府也要罚你的 原来神创造人的时候呢 已经给了我们人的一些基本的界限 今天我们要注意这些界限了 好,我们看看 首先呢 这个第一种的界限呢 就是道德的界限 因为在创世纪的时候 有一棵分别善恶树 这是创世纪第二章那里的 十六十七节 耶和华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你看这里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这里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就是说这个园里面有很多树啊 这个空间很大呀 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段经文呢 解释为哎呀神限制 神限制人啊 不给人不给人自由 他说只是就是只是这一棵树的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 所以我们的空间其实是很大的 善恶是由神来决定的 不是由我们来去决定的 这个就是界限 你看这里这棵树 就是分别善恶树 那旁边周围还有很多其他的树啊 那些果子都可以吃啊 是不是啊 那么但是呢 我们发现了这个魔鬼很厉害 他会把这个界限的模糊化啊 三章一节怎么说呢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 这条蛇就是魔鬼 就是进到这个蛇里边了 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你看这个魔鬼非常的聪明 他把神的话呢模糊化了 首先他说神启示真说呢 他把神的话稍微改变一点点 他说是不是真的啊 然后他说 是不是不许你们吃所有树上的果子啊 神没有这样说呀 神只是说那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啊 那这个就是问题了 这个就是魔鬼啊 他使人产生一种怀疑 怀疑这个神呢 他很喜欢约束我们 他很喜欢不给我们自由 他把神的界限呢模糊化了 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你看这条蛇就跟这个夏娃说了 神岂是这样说呀 他是不是对你们说 所有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啊 他就用这个方法来去引诱夏娃 把神的界限呢模糊化了 其实界限是用来干什么呢 界限是给我们安全的 哎 因为十七节那里说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就是说这里有个界限的 你不要过界 你过了界呢 你就死了 你不过界你就安全了 啊 界限的目的就是给我们安全的 你看就好像你的房子 你的房子也有个界限的 是不是啊 不一定是不一定是这种的栏杆 也不一定是一种篱笆 反正总是有一个显示说 这这条是界限啊 尽管这个栏杆 其实我 你叫我爬进去 我也爬 我也能够爬进去 但是因为他有了一个界限呢 就给这个房子的主人一种安全感啊 就是你进来 你都犯法了 啊 所以界限的是很好的 他给我们安全感的 所以神给我们一个道德的界限呢 是好的 因为我们有了这个道德的界限呢 我们知道遵守神的道德呢 我们就会有很大的安全感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动物跟人的界限 动物的界限 啊 动物有什么界限的跟人啊 我们看18到19节了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 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 都带到那人面前 看他叫什么 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 啊 我们看看 这里啊 他讲到配偶 也讲到走兽 飞鸟 把他们带到人的面前 啊 我们看看这个图啊 啊 这个是亚当啊 啊 你们 我们看看当时的这些野兽啊 狮子啊 什么马呀 都可以跟人很 很亲近的 啊 因为 以前的动物是不怕人的 啊 但是呢 动物始终不是人 他不是配偶 啊 他们 呃 是 是 是动物 他们不是配偶 人跟动物还是有个界限的 后来神创造了一个女人叫夏娃 那才是呃 这个亚当的呃 配偶啊 这个是人与动物的一个很重要的界限 我们不能够把动物啊当做一个人 他可以亲近我们 我们可以保护这个动物 但是他不是人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呃 当后来啊 有人与这个野兽交配啊 按照我自己知道 今天也有的 人跟动物交配 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啊 我很难想象啊 但是呢 圣经说的 这是神所真悟的一件罪 你把这个动物变成一个人了 我们没有尊重这个动物与人的界限 动物不是配偶啊 人才是配偶啊 啊 那我们看看 这个神把这个动物带到这个人面前呢 要这个人呢 亚当的给他们起名 二十节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 野兽 走兽都起了名 起名是什么意思呢 是代表尊重啊 代表爱护 你看这里啊 这个呃 动物啊 可能是条狗了啊 那这个人叫他的名字啊 叫他名字是Nicky 他就过来了啊 伸出手来 他就把手伸出来了啊 动物也需要被尊重的啊 我有一次到乡下去啊 到我自己的乡下去 我发现 哎 乡下的狗没有名啊 他们的羊啊 他们的狗都没有名啊 啊 所以乡下的人对那些狗啊 羊都不客气的 都不爱护的啊 今天我们在城市里面 我们知道 宠物也需要一个名字的 当我们给我们的宠物 猫啊 狗啊 兔啊 给他们一个名字的时候呢 你一呼唤他呢 他会知道的 哎 他知道你叫他 他会与众回应的 我从来没有养过狗 但是我知道 因为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们 我跟我太太住在一个 房东的家里边 房东是基督徒 他们很好 他们家里面就要 就有三条狗啊 因为他的家非常大啊 我一叫呢 那个狗都知道了 哎 狗跟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啊 名字代表一种尊重 代表一种爱护啊 代表一种 你可以跟他有某个程度的接近 啊 虽然你不能够跟他谈话 但是动物也是知道的 你叫他的时候 啊 啊 好 这是名字的的意义啊 啊 那么今天呢 这个动物啊 就糟糕了啊 啊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说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 包括动物啊 一同叹息劳苦 直到如今 哎呀 但是自从人犯了罪之后啊 人家过了戒之后呢 影响了动物啊 连累了动物啊 你看这个小小的象啊 他被一个锁链啊 锁住 他的头也受了伤 从小的就训练他 要干这个干那个 他其实很苦的 你们看这个狮子 你不要以为他很凶了 狮子也很苦的 你看这个狮子多惨啊 他一个眼睛没有了 他为什么会没有一个眼睛 我也不知道 很可能是跟别的狮子打架吧 啊 一个眼睛也被挖出来了 哎呀 我觉得很可怜啊 他的嘴啊 你看 充满了血啊 原来今天 所有的动物 连植物 也会有病的啊 他们都叹息老苦 因为人犯罪啊 就连累了他们 其实他们都在那里等候 等候啊 耶稣基督再来 这个是现在我要提一个 题外的话了 耶稣基督再来 就是 他把他的天国带来了 就是千禧年 到时候还有没有动物啊 有的 因为刚才罗马书那里不是说吗 一同叹息老苦 直到如今 那里还有的 他说他们都一同盼望 我们这是属于神的 我们身体复活 到那个时候 他们就有盼望了 啊 他们也可以得到平反了 所以到了天国来临的时候 就是千禧年的时候 那时候也有动物的啊 好 我们现在看看第三种界限呢 就是身体的界限 那么身体界限是指什么呢 啊 我是指啊 这个夫妇成为一体 啊 这个身体 啊 23到24节 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他为女人 啊 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啊 这里是神 他创造了下娃 他从亚当的肋骨那里 拿了一条出来 造成下娃 所以这个亚当一看见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 哇 很好啊 他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因为他是从他的骨里边拿出来的啊 换句话讲 我们的妻子是我们的骨肉啊 我们中国人说儿女是我们的骨肉 但是圣经说 妻子才是我们的骨肉 可以称他为女人 为什么说可以称他为女人呢 因为希伯来文 男人是ish 女人是ish啊 就加上一个啊 ish啊 就好像英文 男人是man 女人是woman woman 就这样 这个样子 就是说 这个女人是从男人身上 下一声就出来的 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啊 就好像这里在伊甸园那里 男人跟女人成为一体了啊 亚当夏娃呃成为呃一体了啊 他没有跟动物成为一体 这个很重要 也没有跟另外的人成为一体 就是夫妻二人啊 他不是跟儿女成为一体 不是跟父母成为一体 乃是两夫妇成为一体 他也不应该与其他人犯奸淫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们知道夫妻的关系 是人间的关系之中的核心啊 我们我们中国人呢 往往与父母成为一体 与儿女成为一体 这个上下的关系 这个是错误的 圣经的设计 神的设计还是最好的 当我们最重视这个夫妻的亲密的关系呢 对什么都好的 特别是对儿女非常好的啊 所以你假如生了孩子 你要跟丈夫睡觉啊 不要跟儿女睡觉 这个很重要啊 啊 他很快就适应了 你要他一个人啊 睡在一个小床上 或者是在你的房间里 或者是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都好啊 好 这个是啊 这个身体的的的界限 叫夫妇成为一体 那么婚姻当中呢 也有个界限 就是二十五节那里讲的 当时夫妻二人吃身露体 并不羞耻啊 你看他们两个当时是不穿衣服的 而他们不感觉到羞耻吧 啊 因为啊 夫妻两个啊 吃身露体是可以啊 其实在全世界 你说我吧 我在谁面前可以不穿衣服呢 我洗澡的时候 谁可以进来 进来我们的洗澡间呢 就是我太太一个人 其他人都不能进来的 连儿女也不应该进来的 父母也不应该进来 假如在另外一个人面前 吃身露体呢 你就感觉到羞耻了 所以你发现很奇怪的 我听过一些人呢 他以前是大罪人啊 他信了耶稣之后啊 他做见证 他说他以前脾气怎么不好 他以前怎么打架 黑社会 吸毒 贩毒 酗酒 赌博 但是一谈到这个奸淫这个事情呢 他不提的吧 就算提也是轻轻带过就算了 为什么呢 也不应该提 因为这是羞耻啊 羞耻的 所以你在另外一个人面前 吃身露体啊 你应该感觉到羞耻啊 你做过这个事情啊 都不应该再提了 你自己下神认罪就可以了 只有夫妻两个吃身露体啊 就没有羞耻的 好 那我们很快的从创世纪讲到 就是三种的界限啊 道德的界限 动物的界限 身体的界限 我们看看其他的界限啊 圣经其他的界限也非常好的啊 那么其他的界限呢 基本上从十条诫命那里呢 可以看到的啊 十条诫命也就是代表人权啊 不可偷盗 就是人有财产权啊 不可奸淫 人有婚姻权啊 不可撒谎啊 等等都是保护我们的人权的 好 我们从这个界限的角度去看看十条诫命 我们不把啊 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那里的经文全部打出来了 第一条诫命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这是一条信仰的界限 就是说我们尊重这个界限 尊重神是神 我们不能够以别的神去侵犯这个唯一的真神 还有呢 第二条诫命 不可拜偶像 这也是一条信仰的界限 偶像不是神 就算金钱 你把金钱看得太重 那也是一个偶像 你把名誉看得很重 那也是个偶像 偶像不是神 我们不能够把一些偶像来侵犯到神的主权 假如不是的话呢 就过了这条界限了 然后是第三条的诫命了 就是不可网称神你的名 神是权威 我们不能够用神的名作为一个权威 随随便便用神的权威来美化自己的行为 怎么叫网称神的名呢 有些人不懂 其实我们基督徒特别要小心 因为我们常常啊 自己做了一些事情 自己做了一些决定 其实你不知道是不是神叫你做的 但是你一开口对人说 哎呀感谢主啊 哎呀感谢神啊 怎么怎么样 我们要小心啊 不是不可以说感谢主 当然你真是知道是神的带领 你可以说感谢主 假如你不清楚了 那些事情只是你想做的 你说哎呀感谢神啊 这样子啊 曾经有一个女人 她认为啊 她要跟她丈夫离婚 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 我劝她不要离婚 她说 那我不离婚我不开心啊 难道天父喜欢看见我每天都不开心吗 所以离婚是她的意思 哎这个就是网称神的名啊 圣经说明啊 你不可以离婚 因为她丈夫没有犯奸淫啊 她丈夫其实对她很好啊 这个女人为什么要离婚呢 其实我知道 因为她是我们教会啊 当时在香港最漂亮的一个女人 她漂亮到一个地步啊 她可以做电影明星的 很多人就这样说啊 很多男人追求她的 其实她丈夫对她很好 她就是感觉到其他男人对我更好 那为什么你会对 这样子对我呢 我们全教会的人都不理解 你丈夫到底对你有什么不好啊 我听来听去 听不到 而她就网称神的名 说天父不喜欢看见我不开心的 天父希望看见我每天都开心的 所以她要跟她丈夫离婚了 那我告诉你大家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啊 做了一件事情 为了不想别人批评 就是首先就说 哎 感谢主啊 当你一说感谢主 谁还敢跟你说话啊 是不是啊 你都感谢主了 所以就是说 这个是主要你做的 这个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不要随随便便就说感谢主 大家要明白我的意思 不是说完全不可以 有的时候真是要感谢主的 但是你假如不是清楚的话 只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不要感谢主 有人曾经忽然把自己的房子卖掉 我说你为什么忽然把自己的房子卖掉 哎呀 因为现在这个房价很高 现在卖了赚钱了 感谢主啊 哎 我就觉得不好 这个 你也不是需要买另外一个房子 你也不是需要卖这个房子 你为了多赚一点钱 就卖了这个房子 然后就说感谢主 这个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真是要小心 好 还有另外一个界限 就是第四条界命 当守安息日 这个是身体的界限 什么叫身 这个这里的身体的界限 跟我上面所讲的不完全一样 这里说你看这个限 我故意的限制的限 限度的限 不是一条线的线 就是说这里有一个日历 月历 一个月的 这里第一天是星期天 Monday Sunday Monday Tuesday 每周应该有一天是我们的安息日 哪一天是另外一回事 但每周应该有一天 你不能不停工作的 当然现在在疫情当中 你不停下来也不行了 但是我们不能够每天工作的 总有一天要休息 这是神给我们的身体一条的界限 人不是机器 我们的身体不是机器 身体是需要休息的 各位假如你是个工作狂 你真是要注意 就算你每天的睡眠 你也要注意的 要有足够的睡眠 足够的休息 我们的身体是有个界限的 你一定要把身体来劳动 超过你的界限 终于你会得病的 第五条界命 是什么界限 是两代的界限 当孝敬父母 就算我们的父母已经年老了 我们现在是年轻 或者是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 我们要尊重这个两代的界限 因为圣经说当孝敬 这个孝这个字 只是中文 还有被中国影响的日本 韩国 越南 还有这个孝字 其他国家没有这个孝字的 就是尊敬 圣经也是 这个尊敬就好像你尊敬老师 尊敬长官 尊敬朋友是一样的 就是当尊敬父母 父母不一定对 但是呢 我们要尊敬他们 怎么尊敬呢 你看这个女儿 她就蹲下来跟爸爸讲话 爸爸坐在那里 她不站起来跟爸爸讲话 这就是一种尊敬 就是我跟你拉平 我还比你低一点点 我蹲下来 我们不能够把父母当成平背的 父母就算有错 不能责备他们 不能骂他们 不能批评他们 你只能劝他们 哎 这是两代的界限 非常重要 你看这个女儿是在那里笑的 爸爸也在那里笑 我们还要讨父母的喜悦的 这个非常重要 不过我也要提醒各位老人家吧 上一代的 我们也要尊重下一代 我等一下我会讲的 啊 好 第六条 诫命不可杀人 这是生命的界限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生命权 所以我们不可以把别人杀掉 耶稣说连恨人也不可以 因为我们恨人呢 就是希望他不存在 希望他死 所以恨人也是不应该的 还有一个我们要知道 堕胎也是杀人啊 你看你不要看这个小胎儿 在妈妈的肚子里边 他有生命权的 这个是我们基督教比较 华人教会比较少讲的 他也有生命权的 不要因为他不能保护自己 我们就有权把他打掉 啊 杀掉 我们这样子欺负他们 是不对的 啊 当然我知道有人说 哎呀 假如医生检验说 这个胎儿生出来呢 他会不正常的 他会瞎眼的 或者是缺腿的 等到他出生之后 他不开心 还不如现在不让他出生了 这也是不对的 是不是不开心的人 就没有生命权呢 那这个地球上 很多人不开心呢 是不是把他们杀死啊 假如你不开心呢 就我们把你杀死吧 对不对啊 不开心的人 不快乐的人 也有生命权呢 而且你怎么知道他不开心呢 他不一定的 很多那些得到蒙古症啊 痴呆症啊 人家的孩子们呢 他们比我们都开心 因为他们没有 他们的思想比较单纯 所以根据圣经 不可杀人这个诫命啊 就是每一个胎儿 都有他们的生命权的 我们这一点是 华人教会比较少讲的 真是我们要注意啊 好 然后呢 就是第七条 诫命呢 不可兼淫 这是婚姻的 界限 这个也非常 非常重要的 一个界限啊 我们看看 这里这三个人 这个男的 抱着一个女的 这个女的应该是 他的妻子 或者是他的女朋友 怎么样啊 诶 但是他的手 跟另外一个女的手 拉在一起啊 暗中暗暗的这样子啊 这个就是过了婚姻的界限了 别的 别人可以做我们的朋友啊 甚至可以做很好的朋友 但是不能进一步的 进一步呢 就会非常的危险了 就是过了界限了 我自己的朋友当中 很多都是两夫妻的 我跟他们两 我们两夫妻 跟他们两夫妻 都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是朋友 是非常好的朋友 甚至我们可以四个人 一块祷告的 但是我们 我们不过界限的 我们知道 这个女人是她的妻子 我的妻子是我的妻子 我们不能越过我们的界限的 越过界限 就是犯奸淫了 这个是非常严格 需要遵守的一条界限 今天很多人 都不遵守这条界限 假如两夫妻 其中一个犯了奸淫 你可不可以原谅呢 他们两个都很痛苦的 我告诉你 一旦犯奸淫呢 是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的 不一定要离婚 当然圣经说 对方犯奸淫 你可以离婚 这是圣经里面 耶稣讲的 但是我们不一定要离婚 可以透过原谅 我也见过 透过原谅 他们两个没有离婚 以后就是 还是很好的夫妻 但是一定会造成 很大的伤害的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必须要遵守 严谨的守住 这一条的界限 还有第八条诫命 这是不可偷盗 这是财产的界限 别人的东西 我们不能够偷的 你这样子呢 就是侵犯了别人的财产 过了这个界限 我特别想提的 就是说你不一定偷钱 你在单位里 好像这里可能是个医院吧 医院里面有很多毛巾 卫生纸 怎么怎么样 你不能够随便拿回家用的 你拿一条也不对的 你看这里 医院里面有很多的口罩 你在那里包装 你说拿几个回家用吗 不应该 还不应该 除非是医院里面不要的东西 你可以拿 这个我们做基督徒也要知道的 圣经说不可私拿东西 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 这个也是偷东西 尊重别人的尊重单位的财产权 财产的界限 第九条诫命说不可撒谎 圣经说不可做假见证 也就是不可撒谎 你看这是真理的界限 这个人在那里宣誓 他按着一本圣经 说我今天讲的话 全部都是真理 全部是真的 一句假话也没有 但是他其实在那里所调话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侵犯了真理的界限 真理就是真理 圣经全部圣经就是真理 撒谎就是侵犯了真理的界限 这个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 一定要注意 连一些方便的谎 也不要去讲 那么最后一条诫命 就是不可贪婪 这是心的界限 这个女孩子 她没有去抢夺 另外一个女孩子的洋娃娃 但是她就心很不高兴 她的心在那里贪婪 原来我们的心也有个界限的 虽然我们没有把我们的贪婪 化为行为 但是贪婪已经是不行了 这条诫命非常的厉害 因为它一直指着我们的心来讲话的 原来我们的心也有界限的 心不能够贪婪 甚至说不能贪婪别人的妻子 房屋 就是别人的牲口 就等于今天我们的 别人的车 别人的房屋 别人的妻子 别人的谁 什么东西都好 我们也不能够去贪 好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呢 民主的基础呢 是需要尊重别人的界限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其实全世界的国家 都人民都希望民主的 连我们中国 你在地下帖那里 他们也有些广告的 说我们要民主 民主 其实民主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就是尊重别人的界限 这是我们中国人真是要学的 不是因为我们经济发展了 我们就会有民主 不一定的 我认为我们中国 中国人还没有打好这个基础 所以我们不能够有民主 我们看下面这些图 我们就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举个例子 就是交通的界限 你看澳洲的街道 任何国家的街道 一些宽的街道 都有车道的 是不是 那么这里就有两个车道 你本来走在左边的车道 你要过右边的车道 你要怎么样啊 那条车道是别人的 你要打个灯 你打个灯就通知你后面的车 我要过车道了 这个就是尊重 这个是很基本的尊重 我到中国去 我发现不是的 他们不理的 不打灯了 就这样过去 甚至有些车 就开在这个线上 根本就一个车站着两个车道 这个就是不尊重 我们在澳洲一定会发现 你在街上走路的时候 忽然间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走过 他说对不起 他说sorry 其实为什么他说sorry呢 他也没有碰到你啊 没有撞到你啊 原来他尊重界线 一般的西方人 他们的感觉在你我之间有一条线的 这条线有个距离的 这个距离没有一条线画在哪里 但是大家都知道了 我一旦侵入到你的范围当中呢 我就过了界限了 所以我就要说sorry 就算你没有碰到他 你也要说一个sorry 你看光是这一点交通的界限 行人走路的界限 我们就没有遵守 在我们中国呢 你碰到人碰到他 也不需要想啊 对不起 不需要讲了 这个就是很基本的东西 假如我们能够尊重 就是界限呢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有民主了 另外一个就是儿女的界限呢 我刚才讲到孝敬父母 那我们的儿女已经大了 那我们也要尊重他们的界限 我们不要干涉他们 干涉他们的生活 干涉他们的决定 我们要让他们当家 因为我们管我们的儿女 管到他成人呢 我们的责任已经完了 不要再管他们了 假如他们生了小孩子呢 我们也不要说 我要去帮忙 怎么怎么样 要等他们邀请我们 我们才去帮忙的 我们也有两个孙 我们很想见他们呢 但是我们不会去 我们来 什么时候来 我们是等我们的媳妇 邀请我们 我们才去的 哎呀 你们可不可以啊 一周来两次啊 我是好啊 或者是不好啊 然后我们再决定 到了他们家 我们也不能占领他们的厨房 哎这个碗不要放在那里 哎这是杯不要放在这里 这些碟子应该放在那里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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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锅应该怎么样啊 呃呃千万不要 就算我们是好意啊 会很讨厌的 会造成他们很怕我们的 哎 这个是儿女的 就是成年的儿女 不是小孩子啊 小孩子当然我们还要管他们的嘛 啊 这个是我们中国人也是需要尊重的 儿女的也有一条界限的 他们往往不好意思跟我们说的啊 但是我们要知道啊 对我们来说呢 我们也不希望他们呃到我们不能活动了 他们来照顾我们 我们没有没有这个希望了 我们到时候就到老人院去 那里的照顾是更好的 另外一个界限呢 就是谈话的界限 呃就是我们跟别人谈话的时候 不要太好奇 什么都想知道 人家的秘密都想知道 我特别想提的就是说 我们跟人家谈话的时候 不要太不要问人家 你的房子买多少钱呢 不要问这些问题 你每你的收入有多少啊 不要问这些事情 除非人家自动告诉我们 假如不是话不要问 呃在澳洲是不能问这是东 呃问题的 呃你你今年呃几岁啊 呃有的时候可以啊 问小孩子可以啊 但是年轻人中年人一般都不需要了啊 年纪大了呃呃有的时候是可以的 这些东西人家的年龄收入呃房价 这个除非他自己说 他不说你就不要问了啊 这个假如不是的话就过了界限了啊 当然房子呃呃值多少多少钱呢 你上网一查就知道了 你也不需要问就知道了 所以不要问 问这个是没有礼貌的啊 工作也有界限的吧 啊工作的界限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看现在都讲分工在一个公司里边了啊 你管这个我管这个大家都有自己的责任啊 啊我们不要多管闲事 在工作当中就算我们想帮忙 我们也要问对方 你想不想我帮帮你啊这样子啊 啊我们插手去管别人的工作 插入他们的工作范围啊 那是不对的工作是有界限的啊 啊啊我们也要讲一讲教会有没有界限呢 啊你看这个是教会啊教堂啊 啊大家每一个人都有呃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啊 我们都要贡献给教会的 但是在教会里边跟工作的界限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帮忙 当然需要帮忙 但是需要尊重别人啊 他要我们帮忙 我们才帮忙 人家不要我们就不不要去呃去去一定要去帮他了 并且我们还要尊重同工会的决定 每一个教会都有个同工会的啊 同工会决定了什么 那我们就要尊重 你不能说同工会决定了一个事情 你就说不对的 哎那个是完全不对的 等我来啊 我见过一些人他是好意的啊 啊同工会决定了啊 这个事情是这样做啊 就是圣诞节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在唐人街呃怎么怎么步道啊 但是到去的时候 他说哎这样不行的 我们要呃买多点礼物送给那些那那那那那是路人 而同工会没有决定送礼物啊 哎这样不好的一定要送礼物的啊 不要一个人你太过分热心 你去干涉同工会的决定 你假如不服同工会的决定 你可以对同工会说 哎你们这个决定有问题吧 啊我提议你们可不可以改变一些 啊你不能够同工会决定什么 你自己就一定要去做另外一个啊不行的啊 好最后呢我还是要提提男女的界限 你看现在澳洲也有西方国家也有很大的问题 男女的没有没有界限了啊 呃以后就可能没有男厕所女厕所了 啊你认为你自己自己是男人你就是男人啊 你认为自己是女人你就是女人啊啊 这个不对的男女是有界限的在教会里边或者是在教会外边 我们可不可以好像洋人男子与啊 另外一个人拥抱呢 可以 但是拥抱呢也有拥抱的界限的 呃 那我也不拒绝因为我们在澳洲嘛是不是啊 有的时候跟中国人我们也会拥抱的 但是我们很很清楚知道我很难解释 但是不能太紧不能太久啊 啊呃呀我们男女的接触都有一个呃可以握手啊 但是有一个界限的 我我特别想提 假如你有个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 他可以来你家吃饭 但是他不不应该来过夜 来过夜呢 就算你们他过夜在住在呃在另外一个房间呢 我认为也是过了界限 他不应该在你家洗澡的 哎呀万如日啊 可不可以在你的家洗澡啊 他把内衣内裤都都都都脱下来 然后你替他洗洗他的内裤 呃这个不对的 这个过了界限 这个是婚姻里面才做的啊 好了呃总而然之界限有个作用的 界限是好的 界限是给我们安全感的 界限是保护我们保护我们的名誉 保护我们的身体 保护我们的呃关系的 所以我希望各位弟兄姊妹 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提醒我们 从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个界限啊 啊我们要尊重啊神给我们的界限啊 请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作为呃中国人华人 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人与人之间啊 啊是有个界限的 人与动物人与神之间是有个界限的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看到圣经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其实常常提到这个过这个界限 啊啊你的诫命的提醒我们不要越过我们的界限 我们感谢你因为界限是好的 正如交通的界限 这个交通灯这个的这个车道是用来保护我们的 我们随便过了这个界限 随便冲过这些交通灯 反而是危险的 反而是呃反而是不安全的 你给我们的界限 无论是男女的界限 身体的界限 道德的界限 都是好的 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这种界限的意识 我们以后能够过我们的生活 过得更平稳 我们的关系能够更好 我们更得到安全感 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